好,画面就用一下 好,那我接下来呢 我想要做的是这件事 就是针对这个进口金额 小于100万的这个纸类别 我就不显示了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点选这边 针对它的进口金额 然后大于 好吧,我设一下 50个百万,就是5000万 所以在这个地方 选大于5000万 5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不对,应该是这样 后面接几个零 7个零 我只呈现这个主要的 可以了解 好了,因为等一下呢 我会希望就是说 这边我也要用特殊的比例呈现 特殊的比例呈现 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这边我纸绣主要的纸类产品 你不用记那么多 但是这边有看到云游吗 听得懂吗 因为我还是希望你们去了解一下 这些图,那么多图 在这张图上面 它是有意义的 它绝对是有意义的 等一下我们就是要去找出这些意义 好,听得懂 你现在就只要做一件事情 这张图的筛选 我这张图 我重点是强调 此视觉效果上的筛选 是进口金额大于五千万 五十个百万就是五千万 好,这是五后面接 七个零 才呈现 这跟刚刚我做的所有页面不一样 所有页面是 我等一下会有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都套用的筛选 可是我现在做在此视觉效果 就只有这一张上面 套用 接受这一个筛选条件 而且它筛选条件是 成立的时候 筛选 各位应该知道筛选是什么意思 它这边的 它这边的结论 是应用是符合的条件 才会被留下来 所以你要设大于五千万 然后套用筛选 好,所以请你点选这一张图 然后接下来筛选里面去找到 此视觉效果筛选 有看到吗 这个是一套 这个是一套到这里 然后此页面的筛选 就是符合它 也符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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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其中给你们参考 所以这叫此页面上的筛选 所以不要筛选错位置 就是在讲这件事 好,请你们先动